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纯情男生为爱默默付出 哪怕喜欢的女生已经接受了别人的表白 他还坚定地守在对方身边 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询问女生 是否能和男友分手 林帅打瞌睡错过下车站点 善仔碰巧在站台见到他坐车经过 一路追到终点站附近 一个醉汉正在桥上缠着林帅 两人拉着肩,林帅被醉汉推开掉进河里 善仔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救他 看到这熟悉的一幕,林帅猛然想起 过去他发生意外掉入水中时 救他的人就是善仔 回程路上见林帅浑身湿透,长发滴水 善仔将出租车后排到空调风口打下 林帅心头一暖,想起被善仔救过一命的事 于是问起善仔之前是否和他有过交集 善仔便说出他刚搬来对面屋的时候 曾被林帅误以为是快递员 两人是高中校友,住在对门 呼吸过同一片天空的空气,走过同一条路 善仔记得林帅的名字是他的救命恩人 这些缘分都被林帅遗忘在记忆的角落 隔天一早,林帅走到阳台大声喊着善仔的名字 把他叫醒一起欣赏彩虹 林帅拿起水管往空中喷水 给善仔打造出一道人工彩虹 女生脸上纯真的笑容,比彩虹更能让善仔倾倒 更加触动他的心 上学前,林帅送给善仔一个时光胶囊 里面放着他精心给善仔准备的礼物 两人把胶囊埋在树下 相约在2023年1月1日晚上12点在汉江大桥见面 到时候再来这里挖出胶囊 两人一起上学,林帅发现自己没带领带 一旁的善仔摘下自己的领带,亲自为女生戴上 看着近在迟迟的男神,林帅不禁心跳加速 善仔表面对林帅装冷酷 却在林帅约他出门看电影时兴奋地暗自窃喜 走到公交站台时,不远处的电子屏幕上 正在报道国内一位金牌游泳选手朴泰桓的新闻 林帅不想善仔看到后被勾起伤心事 于是点起脚尖,双手抱着他的脑袋 和他四目相对 善仔被林帅这副可爱模样逗笑 眼睛一直定格在他的脸上 搭乘公交时,电台也在播放朴泰桓的比赛消息 林帅急忙从包里拿出耳机,戴在善仔头上 两人拉近距离的一瞬间 双方眼神闪躲,心动不已 两人走到家附近时 正巧撞见林帅母亲被别的男人送回家 林帅心生一记,爬到电线杆上躲着 等母亲离开后才放松下来 踩到了善仔的脑袋 折腾了半天,两人各自回家 林帅接到警察的通知 来警局拿回他的东西 那天林帅坐过站后 在水库附近丢失了钱包和手机 钱包是找到了 手机确实下落不明 林帅来到水库找手机 见现场有警察和围观群众 大家议论着这里修路时 挖出了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 林帅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正准备离开 听见一串钥匙上挂着的铃铛 被摇动的声音 这个声音勾起林帅遭遇车祸时的回忆 他依稀记得 当时在他出行的那辆出租车上 有着相似的钥匙串 此刻拿着钥匙串的男人 驾驶出租车离开水库 他手里拿着的正是林帅的手机 对善仔来说 唯一妨碍他和林帅发展感情的绊脚石 就是泰成 在很多人眼中 走皮气疯的泰成总能倾倒一片女生 善仔不想被泰成比下去 决定改变自己的穿衣风格 向泰成靠近 他带着好友来挑选新衣服 一眼看中了一件鲜橙色的外套 巧合的是泰成今天也穿了这件外套 两个大男生为了林帅争风吃醋 暗中较量 晚些时候 泰成和朋友们即将在台上演出 助唱临时缺席 无奈之下 大家找来善仔帮忙应急 演出结束 善仔刚才的出色表现 引起了娱乐公司金代表的注意 好在善仔目前没打算做明星 婉拒了金代表的邀请 他将演出得到的奖品手机送给林帅 没想到林帅发起脾气 深夜 善仔还在回想着 林帅说起那些想让他变得自私的话语 次日放学后 林帅听着音乐走在路上 善仔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 决定要变得自私些 询问他是否能和泰成分手 林帅耳机里传来那天在泳池边的录音 公交车飞驰而过 露出林帅额头上的红意 那是在刚才 一直对泰成死缠烂打的女同学 见泰成被林帅迷上 故意来找茬 泰成出面把他打发走后 林帅将泰成痛扁一顿 还给了他一个头锤 把自己额头磕红了一片 只因林帅听说 泰成之所以提出要交往 是想借机甩掉整个天缠着他不放的女同学 林帅痛斥泰成居心不良 希望两人别再有瓜葛 泰成没有反驳 更没有告诉林帅 其实他已经对林帅付出了真心 此刻听到善仔的表白 他惊慌失措 无视善仔的关心 钻进公交车迅速逃离 被抛下的善仔和好友走在路上 偶遇泰成和他的同学 善仔怒不可遏挥着拳头对准泰成 却听见泰成被甩 同学在怂恿他参加联谊 走出失恋阴影 善仔的拳头停在半空 心情瞬间由音转情 善仔开开心心地往家跑 在便利店门口碰见买了米酒的林帅 林帅刚刚在家帮忙包洋葱 被刺激地泪流满面 一直停不下来 善仔误以为他是为失恋而伤心 还打算借酒交仇 为了不让林帅自暴自弃 善仔一巴抢过米酒想倒掉 林帅不肯 两人在街上拉拉扯扯 林帅哥哥路过 见善仔欺负妹妹 二话不说将善仔一脚揣翻在地 飞舞在空中的米酒 正好滴落在善仔嘴里 不胜酒力的善仔因醉酒晕了过去 兄妹俩只好先把他带回家中 夜里林帅怕善仔热 主动为他搬来风扇 随即坐在床边 用迷媚般的眼神欣赏他的睡脸 善仔一直不醒 林帅有些担心试探他是否还有心跳 处于睡梦中的善仔 不自觉地握住林帅的手 林帅的心正加速狂跳 见善仔即将醒来 急忙躲到床底 他那扑在地面的长发 把善仔吓了一跳 为防惊醒佳人 林帅伸手捂住了善仔的嘴 没想到还是被哥哥发现 林帅借口自己在梦游 迅速溜走 闲时林帅想起善仔的告白 他一直想不通 像善仔这样优秀耀眼的男生 怎么会喜欢自己 自从得知林帅分手 善仔便在女生身边转悠 自习时坐在他身边 与林帅一起吃饭 女生吃了一口滚烫的饺子 善仔怕他烫着 直接伸出手 让他把饺子吐出来 两人走在路上 林帅心不在焉 差点撞上柱子 善仔又及时扶住他 这些不经意的小事 让林帅的心小露乱撞 善仔见他一只神游 以为他还在为和太成分手的事 郁郁寡欢 提议两人在奥运会 棒球比赛的决胜日那天 一起去街头看比赛 林帅为了善仔的学业着想 要求他先把英语单词备好 善仔一口答应下来 期待着和林帅单独约会的那天 两人来到家门口 遇见带着玩具熊来道歉的太成 他没有利用林帅 并希望林帅好好考虑一下 和他认真发展 那和林帅喜欢的人不是他 太成被婉拒 失望地骑摩托车离开 在路上为了躲避行人发生意外 隔天 善仔和林帅先后来到自修室 看见善仔因被单词 累到趴在桌上睡着 林帅坐在他身旁 戴上耳机听音乐 跟着进入梦乡 没一会儿善仔醒来 看见林帅趴在旁边的桌上 他一只手撑着脑袋 另一只手轻轻拨开林帅脸上的发丝 林帅睁开双眼 耳机里刚好又传来善仔告白的声音 两人无比尴尬 林帅离开座位 喝口水让自己冷静下来 善仔追出 本想抓住机会表白 话一出口就变成了 他已经把单词备好 明天可以和林帅一起观赛 决赛当天林帅拿着两杯冷饮 善仔早已热得不行 俯下身 大口喝着林帅手里的饮料 林帅激动得面红耳赤 只见善仔拿过他手中的冷饮 贴在他的脸上 林帅傻傻地看着善仔 两只小手紧张得无处安放 比赛结束后 国家队获得胜利 善仔和林帅紧握着双手 为胜利欢呼 看着林帅的笑脸 善仔的内心越来越激动 他把林帅拉到安静的地方 鼓起勇气表露心悸 其实对整天泡在泳池练习的善仔来说 他很讨厌雨天 唯一让他感到开心的雨天 是和林帅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听着表白 林帅红着眼眶 正想给出答案 善仔接到泰成的电话 发生事故的泰成 在医院治疗 偶然发现林帅母亲穿着病服出现在医院 他联系不上林帅 只能打给善仔 得知林帅母亲住院的时候 两人赶到医院 医生告诉林帅 母亲的胃出现问题需要进行手术 直到这时 林帅才发现 之前把母亲送回家的男人 是他的主治医生 母亲生病住院 却对他说是去济州岛旅游 其实是不想让他担心 母亲手术后 善仔来到医院陪着林帅 林帅想了想 狠心拒绝了善仔的情意和关怀 他并非不喜欢善仔 他是穿越而来的未来人 很可能会随时离开 更何况还有那一场不知道能不能躲过的意外 正等着他 时间来到意外发生当天 林帅为了躲过此劫 待在家里不出门 善仔在自修事件不到他 误以为他在故意躲着自己 希望两人能去小公园见面聊一聊 天空开始下雨 林帅担心善仔还在公园等待 急忙拿着黄伞出门 一个快递员和他擦肩而过 林帅忽然想起 在2013年的夏天 已经是大明星的善仔 在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 提过他出道前写的一首关于初恋的歌 实际上 林帅就是善仔的初恋 那天 林帅把他当成快递员 撑着一把黄伞在雨中笑着向他跑来 那一刻 善仔心动不已 想到这里 林帅才意识到 善仔从很久以前开始已经喜欢上他 林帅撑着黄伞向公园跑去 在小巷里迎面开来一辆出租车 和意外发生时似曾相识的场面再次出现 林帅被吓得愣在原地 就在不久前 捡到林帅手机的出租车司机 打电话到林帅家 接电话的外婆以为对方想把林帅的手机寄回来 便告诉对方家庭住址 出租车司机这才与林帅碰到 善仔在公园等了许久 回来时刚好和出租车错过 而林帅家门口只剩一把掉落的黄伞 在原本的时间线上 高中林帅还不认识善仔 更不知道对方暗恋他 某天夜里两人搭乘同一辆公交车回家 途中林帅打起瞌睡 善仔不忍心把他叫醒 陪着他又多坐了几个站 来到水库的公交站点 善仔忙着收拾从书包里掉落的物品 没注意到林帅已经醒来 并下了车 林帅独自等着末班车 碰巧有辆出租车经过 林帅将其拦下 打开门竟发现车里放着麻绳和刀具 下一秒他被司机捆绑掳走 醒来时听见司机的车钥匙上发出了铃铛声 善仔在站点等了许久都不见林帅 又没了末班车 只好步行回家 路上他撞见林帅被一辆出租车追赶 急忙跑过去救他 林帅被撞飞后掉入河里 善仔目睹这一经过 和司机对视了一眼 紧接着跳入河里向林帅游去 把林帅从水里救出后 善仔遭到司机的袭击 两人打斗间警察赶来 善仔死死拽着司机 直到警察来到将对方逮捕 时间回到现在 善仔来到家里找林帅 哥哥刚回家不久 见林帅不在 心里满是疑惑 明明林帅说过 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出门 更不能接近水库 善仔想起 林帅上次被醉汉纠缠 不慎掉进河里后 提到他曾在水库发生意外 想到这里 善仔心头一紧 急忙向水库赶去 此刻 林帅被捆绑着 放置在汽车后排 为了改变命运 他同样拿起刀具 隔开手上的绳索 林帅跑进小路 往水库的反方向逃命 善仔在附近 见他伸出险境 不顾一切冲了过来 司机没机会对林帅下手 只能离开 林帅逃过一劫 手表上的数字 开始自行跳动 等他睁开眼后 发现自己已回到未来 今天是2023年1月1日 他正在参演一部古装剧 看着自己完好无损的双腿 林帅明白 命运已发生改变 他用手机搜索 善仔的名字 没有显示任何噩耗 林帅放下心头大石 想起曾和善仔约定 可等林帅赶到 两人相约的大桥上 却不见善仔的踪影 当年的那棵大树 也已消失不见 林帅来到善仔家楼下 善仔正好开车经过 刚回到家 发现身穿白色羽绒服的 跟踪狂又来试图撬开他的家门 善仔不堪其扰选择报警 跟踪狂逃跑时 还遗落了给善仔应援的牌子 林帅捡起牌子 因穿着同款白色羽绒服 被保安当成跟踪狂 带到了警局 林帅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只是呆呆地看着牌子 激动的眼泪掉落在善仔的照片上 林帅被怀疑私闯民宅 幸好善仔不想引起非议 放弃了起诉 林帅回到家中 曾经房间里挂满善仔的照片和周边 还有纳支被他竟拍而来的手表 现在通通不复存在 林帅只能安慰自己 如今善仔还活着 他再次拥有行走的能力 已经没有要穿越回到过去的理由 隔天 林帅穿好鞋子 高高兴兴地出门上班 然而他没能高兴个几秒 就被公司代表一顿痛骂 源于善仔因剧本内容太过浮夸 拒绝参演公司准备拍摄的电影 公司代表误以为 对方为林帅是跟踪狂的事而生气 决定安排林帅和善仔见一面 消除误会并说服他参演电影 见面当天 善仔还没来 林帅接到闺蜜电话 听说对方要生了 林帅跑到门口 因躲避行人 不小心把一旁的善仔撞进水池里 由于刚刚落水后 善仔被路人拍下照片 还把没修的图发布到网上 善仔气得牙痒痒 让助理去起诉林帅 当天夜里 林帅在路上走着 看见街上的电子屏幕 播放善仔的广告 善仔没有离世 对林帅来说已是幸运 但两人明明互相爱慕 却无法再续前缘 让林帅心如刀脚 同一时刻 善仔找出他和林帅的合影 回忆起过去的美好经历 唇角不自觉地勾起了微笑 一日 林帅被传召到警局 只要他肯签下保证书 以后和善仔及其住所 保持100米距离 便不会被起诉 林帅这才反应过来 昨天被他撞到的人 就是善仔 为了消除误会 林帅拿着花篮 赶来善仔即将举办演唱会的地方 演唱会结束 天上下着雪 林帅正走着 手机被路人撞掉 一切如同他穿越前 坐着轮椅去看演唱会 想到这里 林帅开车 来到两人那晚相遇的大桥上 希望善仔不要来这里 以免悲剧再次发生 他一转身 发现善仔就站在面前 林帅用手中的黄伞 为善仔挡雪 这一次见面 两人心里皆是五味杂陈 林帅担心 善仔会遇到不好的帅 坚决不肯让他离开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